游戏是只有儿童自主发起 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 且形式不拘的行为、活动或过程 具有获得乐趣、锻炼体能、学习社交 及培养面对风险与挑战的能力 而游戏权则是规范在1989年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的第31条 一级缔约国承认儿童享有从事适合 其年龄游戏的权利 目前落实儿童游戏权最普遍的做法 就是设置儿童游戏场 提供儿童可以自由玩耍的游乐空间 在我们的联合国的儿童公约里面 有提倡说孩子应该要有玩的权利 所以在落实所谓的儿童游戏的部分 公园是符合就是可以全灵化的 除了孩子本身能够得到身心的一个舒缓之外 它还能够与家人在同样的空间 可以有一些互动 都市计划法第45条规定 公园、体育场所、绿地、广场及儿童游乐场 应依照该计划人口密度及自然环境 做有系统之布置 除具有特殊情形外 其占用土地总面积不得少于全部计划面积的10% 不过 根据立法院全球资讯网的资料显示 目前6度的公园、儿童游乐场等场所的计划 用地占比最高为高雄市的8.6% 竟没有到达法定标准的10% 不免让人担心台湾目前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提供孩子在户外玩耍游戏 我们都说孩子要玩得够 他才会真正去做一些所谓的学习跟思考 因为游戏在幼儿的生活当中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他会透过这个游戏的行为 他可以学习到如何去自我做一些情绪的调节 还有身体发展的一些调节 当空间不够的时候 其实对孩子来讲影响很大 除了我们人为的去局限他的空间之外 孩子他自己可以找到他游戏的空间 而除了儿童游乐空间的问题之外 游乐设施游戏性及挑战性不足也是一大问题 在台湾有一群家长为了让儿童拥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成立了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 透过公民直接参与 积极游说地方和中央投入资源来改造公共游戏场 为孩子争取坚具安全与身心发展的游戏空间 我们目前参与改造的特色公园大概会有200多座 参与的程度不太一样 可能就会是有要因为我们到现场一起去看 查看 然后或者是愿意聆听游戏场的观念的理念的过程 甚至是到西部的设计神图 然后或者是施工神图这些部分 那其实只要有要运我们都会尽力地去做到推动 因为其实跟游戏的权利和游戏要貌不同 有很大的相关的关系 对于特工萌而言 改善公共游戏场是他们的一大目标 而罐头邮剧的泛滥是他们需要面对的所要课题 罐头邮剧是儿童游戏场中模组化 公式化游乐设施的统称 这些游乐设施具有低矮、低挑战性、低年龄层及低游戏功能等特色 这类型游乐设施没办法提供多元的挑战 使得年龄稍长的儿童容易对这些设施失去兴趣 这些游戏对孩子他们的游戏的一个历程有没有帮助 其实过多或少是有 只是说它的功能性没有那么强 对孩子来讲 他绝对会选择他感兴趣的 他不感兴趣的你逼他做 他也不会去玩 目前大概整个台湾大概有 其实两千多座的罐头游戏都还没有去做改善 那可能会有大概四千多座的是校园游戏场里面的 是校园游戏场里面有小学有幼儿园 他们的游戏都还是比较偏向罐头游戏 那我们就是从2015年开始 从双北开始慢慢的推动不一样的游戏样貌 可能出现了高高的翻拔网啊 或是小朋友可以一起当的那个秋千啊 或者是摆档设施或是旋转设施这样 让整个游戏空间里面有不一样的游戏样貌 那到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推广比较挑战性的游戏 让小朋友可以在游戏场里面有不同的尝试 然后让比较大的小孩子可以回来 在台湾 罐头游戏之所以会如此泛滥 和安全问题脱不了关系 良好的安全性便是政府愿意选择罐头游戏的原因之一 嘉义市政府建设处公园管理科表示 有的设施在设计建造时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标准 而已建的设施如若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将予以拆除 尽管如此 孩童在游戏的过程中依旧可能会出现擦伤 破皮 跌倒 在特攻盟来讲我们想的这个安全啊 不是说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不会跌倒破皮 而是我们希望他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能够长出面对挑战的勇气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挑战性的游戏设施 除了是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 那是因为帮助他长大 不管是他的肢体发展 或是大脑发育或是触觉啦 或是我们讲的心理内在的这种层面的韧性啦勇气 而是在不违及自身的安全性 跟他人的安全性之下 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去评估这个环境 我该如何使用 在东方社会里 玩物丧志的观念仍旧深植于许多家长的心中 虽然台湾已施行儿童权力公约施行法长达八年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 儿童游戏权依旧是一个难以被接受的观念 我们讲的儿童参与跟儿童游戏权 其实都是相对东方是一个很对立的价值 所以我们的价值来说 他需要点时间去调试啦 所以这其实是我们最大的期待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孩子真正的样貌 然后可以激起他 让他可以真正的自由的去游戏 游戏行为对于孩童本身的心智成长 有相当大的帮助 在社会大众了解 并落实儿童游戏权的观念后 一定能为我们的下一代 带来更舒适更自由的成长环境